在羽毛球比賽當中 撒球是羽毛球擊球技巧中最有威力 所以運動員要有高水平的身體素質 就需要密集式的訓練 不知道教練和運動員 對於接下來第九屆全港運動會 有甚麼策略和寄望呢 其實這次已經是大軍西區第九年 我相信他們每一位都會用盡全力去打 如果你說有寄望哪個組別 我相信U15的女商會信心大一點 我們這次就是參加港運會的C組女商 都是有點興奮和期待 希望可以遇到多些很強勁的對手 然後可以打好一點,然後得到好成績 我也很開心可以代表自己的區域 希望我可以進步我的打羽毛球技巧 除了中西區 郵支網區也積極進行備戰 這次還派出退役前香港代表參加比賽 我們也有幾位退役前香港代表 也相當強硬的組別 體能上需要積極地改善 我也看到這幾個星期內的訓練 他們已經恢復了很多 當然我們也會以奪貫為目標 訓練時也很投入 不論單打也好,雙打也好 默契和球技上都有明顯的進步 看完羽毛球 轉體下五人足球的備戰現場 五人足球比賽 運動員的體能要求相當高 元朗區的教練和運動員 看來很有信心,爭取好成績 五人足球的節奏比較快 因為場地小 另外體能要求也會高一點 無論技術和戰術 都會相對比較要求,要求比較細緻 大約在三年前,我們備戰港運會 一邊參加比賽,一邊夾 他們的默契和互相認識方面 這是他們的優勢 其實我自己本身都是元朗的青分 可能我小時候已經在元朗區踢 這次能夠代表元朗區踢這個國運會 是一個榮幸 所有球員都非常出色 因為大家踢下去的速度和節奏都非常快 我們的期望是希望可以獲得冠軍 全港運動會還有城市運動 示範項目決賽進行 有滑板、霹靂舞、運動攀登 女子五人足球 有興趣的市民可以根據以下日子 和地點觀賞比賽 一起用行動支持、運動比賽 為運動員打氣 第九屆全港運動會 開幕禮在4月21日隆重舉行 記得一起參與這項盛事吧 全港運動、全城約動 一起支持18區運動員 全港運動、全城約動 4月21日就是全港運動會開幕日 記得不要錯過了